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 刘晓波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 1989年6月 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 那之前 我是文革后 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 七七级 从学士到硕士 再到博士 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 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在讲台上 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同时 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 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 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 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 无论做人还是维闻 都要活得诚实 负责 有尊严 那之后 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 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投入监狱 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 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 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 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 一亿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 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力 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 这无论之于我个人 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 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 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 居然都与法庭相关 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 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 一次是1991年1月 一次是现在 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 但其实质基本相同 皆是应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 六四冤魂还未明目 被六四情节影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 在1991年走出秦晨监狱之后 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力 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 并因此而被常年监控 被监视居住 被劳动教养 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 推上了被告席 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 我坚守着二十年前 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 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仇恨 所有监控过我 捉捕过我 审讯过我的警察 起诉过我的检察官 判决过我的法官 都不是我的敌人 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 检控 逮捕 起诉和判决 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 包括现在代表控方 起诉我的张荣格和潘雪芹 两位检察官 在12月3日 两位对我的询问中 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 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 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 阻碍一个国家 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 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 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 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在我看来 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执政方针 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 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 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 是一个挤掉进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 正是这一过程 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 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 为不同利益 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 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 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 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可以说 对外放弃反帝反修 对内放弃阶级斗争 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 经济走向市场 文化趋于多元 秩序逐渐法治 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 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 敌人意识的淡化 已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 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 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 也大幅度下降 对八九运动的定性 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 敌人意识的淡化 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 1998年 中国政府向世界 作出签署联合国的 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 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 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写进了宪法 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 与此同时 宪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 创建和谐社会 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 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 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 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 四位御审警官 三位检察官 两位法官 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 没有超时 没有逼供 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 且时时流露出善意 6月23日 我被从监视居住处 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刊守所 简称北刊 在北刊的半年时间里 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 我曾在老北刊待过 与十几年前半部桥时的北刊相比 现在的北刊 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特别是北刊首创的人性化管理 在尊重被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 将柔性化的管理 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 体现在温馨广播 毁物杂志 饭前音乐 洗床睡觉的音乐中 这种管理 这种管理让在压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 激发了他们维持监视秩序和反对 玉头劳霸的自觉性 不但为在压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 也极大的改善了在压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 我与主管我所在监视的刘真管教 有着近距离的接触 他对在压人员的尊重和关心 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 让人感到温暖 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 也可以算作我在北刊的姓名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倾力 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 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 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 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 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 期待何一亭的公正裁决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 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 今天我妻子无法道庭旁听 但我还是要对你说 亲爱的 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 这么多年来 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 我们的爱包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 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 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 你在无形的星狱中等待 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 抚摸我的每一寸皮肤 温暖我的每个细胞 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 坦荡与明亮 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 而我对你的爱 充满了复旧和歉意 有时沉重地让我脚步蹒跚 我是荒野中的玩石 任由狂风暴雨地抽打 冷得让人不敢触摸 但我的爱是坚硬地 锋利地 可以穿透任何阻碍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 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 有你的爱 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 无愧于自己的选择 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我期待我的国家 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 在这里 每一位国民的发言 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 在这里 不同的价值 思想 信仰 政见 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 在这里 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 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 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 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在这里 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 接受民众的选择 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 绝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 而遭受政治迫害 我期待 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域的 最后一个受害者 从此之后 不再有人 应言获罪 表达自由 人权之基 人性之本 真理之母 封杀言论自由 践踏人权 窒息人性 压抑真理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 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 我的所作所为无罪 即便为此被检控 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